演講之前 我們大概沒有這個financial interest 那目前的話就是擔任這些職位 那剛剛我們幾位同仁都有在講到 所以我們這個既然是教學的課程 大概要從這個醫學倫理來去做思考 我們醫學倫理的這個思考 大概這三個 Eneficence 然後Moneficence 跟Patient Apowerment 這三個東西 我們大概不管做什麼治療 大概都要先幫病人去做思考 第一個 我們做這個有沒有 Doing Good 幫病人的 準備在幫病人 那第二個做這個東西 有沒有Do Know How 我們符合Do Know How的原則 那第三個 有沒有遵循這個 病人自主的原則 我想我們在使用任何的治療 包括PRP的治療 必須要考慮這三個 特別是我們是使用這個 幫病人做治療的時候 大概要問這三個原則 所以等一下我們講完之後 會再跟各位 在同時我們再來檢視 我們使用PRP這個時機 對不對 對不對 OK 那 OK 那 各位要參加看這個是誰 大家都講 分享很多原則 我在打很多治療 包括PRP我都是使用這個 這位大師的這個原則 這位是誰 有沒有人要參加看 這個在座內科的同學應該知道 這個 內科有一本教科書叫Harrison 他呢 不是Harrison 他是另外一位 他是Cecel的一個作者 叫做Professor Lloyd 他是Rabber Lloyd 他是Columbia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 Columbia 我們在座那個 吳家弦醫師 那個 吳醫師是那個 那大的高材生 他應該有看過他 那他主要在這個內科學裡面 Cecel test for non-medicine裡面 他有著作 主要是Harrison disease的研究 會出面 但是他講的 流傳後世的 是這四條 這我們稱之為Lawes-Lawes Lawes教授的這個原則 我們後來在治療病人的時候 我跟我們座院醫師常常分享 很常用待 就是說你在做這四個 我們遵循這四個原則 這四個原則是什麼 If what you are doing is doing good Keep doing it 你在做的時候有效 就繼續做 第二條是什麼 If what you are doing is not doing good Stop doing it 你如果做了沒效 就停下來 再第三條是 If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Don't do anything 就是 你做了 你不知道要怎麼做的時候 就不要動手了 那第四個 這也是常常跟我們的同伴分享的 Never make the treatment or stand the disease 在治療的時候 不要把這個疾病 治療讓疾病更嚴重 我想這個Lawes-Lawes 我們是可以經常來檢視 我們治療的一個 有沒有效果 有沒有效果的一個原則 好 那 GD1 治療什麼 治療什麼 再來它的 Effectors 我們有效的這個 東西到底在於哪裡 然後再來它的這個Dose 它的有效的這個劑量是什麼 有效的濃度是多少 那我們現在 各位都是附近專科醫師 有很多其他學界 大家知道 要不是吃一顆有效吃兩顆 就更有效 在PRP 我們有廣長到同樣的效果 同樣的現象 然後再來它的有效的Mekanism 到底是在哪裡 我想我們 試著來這個 那 我認為 我認為哪一些比較重要 治療的Target 治療的細胞 很重要 PRP 以外 有沒有什麼細胞很重要 還有 治療的濃度 可能垂旋 還有就是 我們本土的一些資料 顯示說 可能有一些Supplement 可能是會影響 PRP治療的效果 來 再考考各位 這是什麼 我想 這個問 那個 齊北周主任 跟他夫人都有來 我想應該問他 他就很清楚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那個 聖經 行約聖經有四幅音書 馬太 馬可 路加 約翰 第四個 第四個後面是什麼 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的故事 一張圖就給這個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各位看到 這個 這張圖 趕時間的都可以走了 我們結論在這裡 這個 使徒行傳 英文是什麼 The X of Apostles X 所以 我們使徒行傳的這個 簡寫就是 ACTS ACTS PRP治療 大概也有符合這四個原則 所以等一下可以看看 我們的身心密碼是怎麼講的 好 那 這個 疼痛 它有一些 general feature 我想這個跟大家都很清楚 我很快講過 主要它是一個 unpleasant sensory emotional experience 另外它會 由 actual 或者是可能 potential tissue damage 所造成 那它的治療 它的疼痛 分acute chronic 跟minect 那再來的話就是 它有一些 sensory 跟emotional 哪可能 這是ISP的 的定義 那為什麼我們要治療 我想這個大家都講到不要講了 為什麼 疼痛 疼痛有包括 心理性的 惡性循環 跟物理性的 惡性循環 這個疼痛 會引起活動度的減少 然後會 deconditioning 然後activity 減少 avoidance 減少 更 deconditioning 會更疼痛 我想只要是走過附近 一定都知道這些東西 那psychological 這個我們就不講 它會有一些anchor design 這些東西 所以為什麼要早期治療 是因為 它會有一些vicious circle vicious circle 好 那 換一到clonic pain clonic pain 很難處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localization 很不好 再來就是 它會referral to 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講 pain的generator pain的location很重要 另外還有一些 我們今天試著要討論 tonomic的 情緒的症狀 好 那pain 我們知道 主要就分nociceptive 跟non-nociceptive nociceptive 裡面neuropathic psychogenic 我們就不講 neuropathic 這是很重要 nociception裡面 我們復健科比較光芯的 這個那是somatic 我想這個大概是 大家知道的 好 那再來就是 這個就比較有趣 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nociceptive pain 這個nociception 它主要是什麼 像冷熱 像mechanical 或者像這個很重要 chemical steaming 它會刺激 造成了 nociception sensory neuron 那它會有一些 autonomic response visual reflex 那inflammatory pain 的時候 它的induced 這個大概是 tissue damage 大概是一個inflammation 那它會造成一些 hypersensitivity 比如說像 stratio的減少 叫 或者是什麼 它的 response 增加叫 hypergesia 那這個大概就是 nociception sensory pathway neuropathic pain 大概是 inflammation 也被引起 它是從tratio nerve damage 引起 functional pain 這我們就不多講 這是central pain 所以這個 這個大概是 我們知道 nociception inflammation reparative pain 那在這個四的疼痛裡面 四大類的疼痛裡面 nociception 跟inflammatory 差別在哪裡 nociception的話 大概是tratio pain 對啦 跟healing repair 這個有關 大概是inflammatory 所以在這裡也跟各位講 在我們這個pain的裡面 inflammatory pain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 environmental mediator的這個治療 我們要去知道 那這種 那是屬於pain的 threshold比較高的 那neuropathic dysfunctional 這個pain的threshold比較少 ok 那這個就是來講 為什麼治療疼痛很重要 常常跟我們最近是講 這個圖啊 為什麼 mageal questionnaire 這個score裡面 我們tone要分很多分 對不對 對頭 causalgia ammitation 再來什麼 大家都知道 生產 生產 跟復健科比較有關的 大概就是三個 什麼 spray、strain、conduction 有沒有 lopate pain ostratus 這個分數嘛 其實都在20分上下 有的時候甚至比什麼 cancer pain還困難 在mageal questionnaire裡面 也告訴我們 像pronin pain syndrome裡面 這種東西 大概我們還是需要去處理 spray 要不要處理 一樣 因為它是abs 好 那再來 講到lopate pain 這個我也是常常跟大家分享 lopate pain siatica大概只有4% 另外的3%是什麼 stainless 然後93%是什麼 是lopate pain 單純的lopate pain 那在這93%裡面 又有95%是什麼 muscular ligamentous pain 所以這個等一下也會跟各位整理出來 為什麼我們要治療這個東西 治療東西 因為下背痛裡面有93% 乘以95%的疼痛 是來自於muscular ligamentous的疼痛 好 所以在soft tissue component裡面 我們包含了muscle and ligament versal nerve 痛跟咖特的裡面 從色這列出來 就是跟各位講 我們可以針對這方面來去做治療 PRP我們等一下會從這個地方去分析 好 那在疼痛的治療裡面 這個 我們呢 所以是一定都聽到比較近的 開始打課 所以那大概就是我們的人 Generator在哪裡 然後再來 他是疼痛的還是dysfunction 他是dysfunction 他是parietal pain 還是dysoral pain 這個我常常在講 慢性疼痛的辨識跟定位上面 常常會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像老年人的病人 他疼痛的辨識跟定位會有問題 還有什麼 癌症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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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 這個我們稱之為Conduction 神經傳導檢查 那是Conduction Study 大家應該知道 那到破瘦路根據遠進來之後 它其實產生Transmission跟Modulation Transmission在這裡發生 請各位再幾個一下 在這裡疼痛的訊號 第一次做為修飾Modulation Modulation之後 它往上到腦部去 我們說這個叫投射Projection 把這個訊號 把這個水 疼痛的這個水 潑到牆壁上面之後 大腦我們怎麼要去辨識它的疼痛 甚至是Perception 所以在Passway of PEN 裡面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大概就是這兩個 Transduction、Transmission、Modulation 這個地方 會跟各位講這個原因到底是從哪裡來 這是另外一個圖 比較簡單 PEN Signoid 疼痛的訊號在傳遞的時候 大概是前兩段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involve在這裡面 大概就是Transduction 我們剛剛講過 還有就是在Spinal Core Level的訊號 Transmission上去 這個兩個要看一下 再來就是Sensory Nerve 講到Sensory Nerve 我想這個 各位應該都有唸過 我們這個 我們就直接跳到這個裡面 包括像Muscle的 Centaneous的 另外就是分 Non-Nociception的 還有Nociceptive Efferent Non-Nociception大概是A-Beta A-Beta Fiber 像Pasnia、Messner、Stopasca Nociception的 Nociception的 這個東西 Messner、Sensory Nerve 那Messner、Sensory Nerve 那Messner、Sensory Nerve 大概就是C-Fiber 還有A-Delta進來 A-Delta進來 A-Delta 主要是對Messner C-Fiber OK 現在有趣的 C-Fiber 對什麼 對這些有反應外 還有對什麼 C-Native 跟PH值的 Stimuli 會有反應 好 那我們疼痛的這個辯識 辯識它大概主要第一個 二例的這個Face Phase First Phase大概是這種 尖銳、Sharp 描有localization的這種疼痛 而且是什麼 刺激的時候它就感覺疼痛 這個大概是Early First Phase 那Delta Second Phase的話 大概是Dow-Ecking-Pet 它就是定位不是很好 那主要是什麼 Visoral Muscle Chronic-Pet 是Delta Second Phase 一組 Hydrocytia Amogynia 剛剛我們講過 好 那這個就是Sensory Fibers 的一個圖 我想這個很清楚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我們有Nordogramium 就是有Minenamy Fiber Minenamy Fiber 大家都知道 傳導速率是什麼 40到50 張全維教授 常跟我們講 上至50下至40 對不對 上至50下至40 Minenamy Fiber 傳導速率比較快 Aβ A Delta Fiber Nordogramium 比較小 傳導速率稍微慢一點 那C Fiber 是什麼 Unminenamy Fiber 沒有水俏的 Unminenamy Fiber 傳導速率1m per second 1m per second 所以Nordogramium 這個傳導 主要是 A Delta 跟C Fiber Non-Nordogium 是A Beta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在Nordogium 這個傳入的時候 它的傳導速率 通常是比較慢的 比較慢 有的時候 會4到50分之1倍 4到50分之1倍 C Fiber傳遞 C Fiber傳進 有一個特點 會從 Sensory Fiber 進去 會有一些Sensory Fiber 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Sensory Fiber 這早期的觀念就是認為說 它可能有這些 所謂的 Gradicinine Sheratonin Prostoclendin 這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要請大家分享的重點 就是我們 Nociception 在Terminal的時候 它經濟刺激 經濟刺激之後 它產生 同樣的敲了十次之後 它變得很敏感 甚至變成Sensory Fiber 大概跟什麼關係 Chemical Nochemical Glutamate 還有就是 Argonic Acid 還有就是什麼 氫離子 早期的觀念 我們肌肉損傷 大家都認為是說 乳酸堆積 現在觀念這個不對 我們現在大概是認為說 肌肉 care 這是一個 但是最近這五年的觀念 認為是什麼 氫離子 氫離子 它又經由AC3的這個channel 引起這種疼痛的感觸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 Myophosphoric deficiency 這類的病人 Plycogen storage disease 病人 它在乳酸的產生 有問題 但是病人 依然感覺到很痛 所以像這樣的病人 我們可以知道 跟乳酸的關係很大 跟什麼 跟H 跟氫離子有關係 另外是 ATP Neurochasmeter 像 Serotonin Histamine Glutamine 還有 Neuropeptide Substance P Neurokinin Ratokinin NGF 不過 中國我們在打的是什麼 老鼠的內神經生長力 是Mouse 是MNGF 不是Human 所以我們還有一些 競爭的空間 還有就是 Costholin 另外還有就是 Infarmatory Mediator 像Postock Windin Costholin 另外一個就是 那裡子 Potasia 剛剛就講 我們Noceception的 這個Receptor 在這個地方 它被Activation 是什麼東西 主要是氫離子 還有什麼 Apsilacin 這個位置 Noceception的 這個Transmission 我們剛剛說是一個 Transmission Transduction 對不對 這個主要 在這個地方 Inhibitory Neurons 這個東西在傳遞 主要是Glutamine 另外的話 我們說 疼痛酒 還會有 會有神經的屬性 就是在這裡 疼痛酒 會習慣 因為什麼 Bretrocess Translation Costholin PGP 會受到影響 另外是什麼 在Dosolul Gainterine Dimbranatine Mediator 同樣扮演一個角色 這是Sensual Translation Sensual Translation Acute Phase 都可以看到 Sensual Translation Acute Phase 主要是VDNF Glutamine Sopsis P 這種比較多 但是在Late Phase 就不一樣 變得比較油膩 是什麼 Glutamine OK 這個圖 是Sonic Sensory Neurochemistry Processing 這個Narm Ending 看了大家就打瞌睡 主要是什麼 Tissue Damage Tissue Damage 這個是可以引起 還有什麼 Platel and Application Factor 它會叫Platel 這跟我們今天講的比較有關係 這個是我們這個 Hand Sensory Processing 主要它有分兩個 第一個 Facitation 像Subsin-P Glutamine Serotonin NGF 這種東西 它是一個Facitation的角色 那Inhibition 主要是有兩個 Inhibition Serotonin 可以降低Inhibition 還有Opiloid 可以增高Inhibition Glut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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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Glutamine 剛剛給各位介紹過的 Marscuroic Mantis 主要對Nobin Pen的這個念義很常見 另外 Infirmation 跟Neuroplastic PEN 是疼痛的主要原因 在我們關心的 還有就是 我們要在做治療的時候 大概是需要知道 Nociception的Stimulation 跟Cestulation 包括像Kentical Cylokind 跟Mediator的關係 我們接下來要講BRP BRP 我想前面 還有上一次 大家有講過 主要是Human Predator 這個檔 所以剛剛 攀院長在問說 各位打過500例的前舉手 看看我們默默的舉著手 但是只能舉一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做的主要都打在 豬啦 兔子啦 老鼠身上 所以不敢擠太高 那個免得被發現 我們都是找動物麻煩 另外 這個Plasma 裡面的話 它主要有三種規定 其中比較重要的是Arma-Granium Arma-Granium裡面 它有很多Pros-Factor 它包括有Defratiation Anti-inflammation 跟Pro-inflammatory 的Effect 另外還有 為什麼要列出來了 這個 複彩很重要 複彩很重要 Plasma 跟RPC很重要 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講 那Preparation 在這裡 我想大家都聽到不要聽的 包括Collection Attach 然後 第一次離心 第二次離心 流出Buffy code 流出Attraction 這個是 流出來了 Plasma 大概一半 這個 Buffy code 這個Buffy code 也有Focus 跟各位分享一下 還有這個東西 Erysocide 為什麼吃豬 要把內臟丟掉 這種東西 其實還是有一些用 等一下會講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Alba-Granium裡面 它主要有一些 Blycoprotein mediator 那這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Alba-Granium裡面 它主要跟這個Dance-Granium 這些差別在哪裡 它主要有一些 Adhesion Protein 這個Kemokine 這個Gross Factor 還有一些Angiogenesis Factor 這些東西有關 好 那這個是 PRP的這個Component 包括我們剛剛講 像Kemokine Cylogine 還有像一些小的Molecine 像一些Gross Factor Adhesion Protein 還有一些Proteins 這些東西 它主要作用在哪裡 它它的主動上面 或者是Mascular上面 或者是Synonium上面 OK 作用在Mascular上面 我想這個等一下 我們會跟各位 特別提到一下 那PRP的這個 目前的觀念 它主要就是 怎麼造成組織的再生 大概就是Seal Proliferation Angiogenesis 跟Seal Migration 等等 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也許 有人就要舉手說 也許是骨頭又沒有生血管 為什麼你說Angiogenesis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另外它有一些 PowerPoint Effect Ending Parameter 還有一些Energesis Effect 目前來講 是認為它有這四大類的效果 那PDGF 大家要看一定 要看不懂 看很多 一定都這樣 列一堆有超過20種以上的 這個Cross Factor 包括這些東西起來 那我們這裡 給各位整理一下 這個東西 為什麼這些Synonium很重要 我舉這四個出來 第一個 PDGF Platinate Direct Cross Factor 它對於Microflash Fibroblast 它有Kymotactic的作用 化學吸引的作用 另外它會讓 Blycosaminoplycate Fibronectate 比較好一些 那Deposition 另外它Sell Activity 在早期的體力 另外TGF-Beta-1 這個專家 在我面前 蔡文忠主任是 全世界TGF-Beta的專家 等一下我問題就問他就對了 主要KollogenSynes 其實Deposition有關係 那這兩個 Cylochime 我們稱之為Anabolic 有合成作用的Cylochime 那另外有合成一定就有破壞了 Catabolism Catabolism 就是這個MMP MMP的這個Degregation 這個Kollogen 還有這個Hocene Matrix 所以這個我們有人把它當作是一個 Healing比較不好的一個 Indicator 那另外還有I Interlude King 1-Beta 1-Beta 它主要是一個Inflammation的Cylochime 跟Metric Degregation 這要告訴各位 就是我們的這個Cylochime 其他分成是兩組 一種是Anabolic 一個是Catabolic的Effect 主要是有這個 分成這兩個 那為什麼講到這個 這個 2011年10月的時候 有一群科學家做研究 他把PRP分成兩種 分成兩種 一種是什麼 一種是Five Plus Cell 比較多的 Platelec比較多的 他去做分析之後發現怎麼樣 這個 PTGF 我們剛剛講過 這是Anabolic 對不對 Anabolic的Cylochime 跟什麼東西有關 跟Plated的數目有關 跟Plated的數目有關 這是Anabolic的Cylochime 好一個 另外一個的話 他們發現什麼 MMP-9 Interlude King-1-Beta 這個是Petabolic的Cylochime Petabolic的Cylochime 跟什麼東西有關 跟Nutrophil的數目有關 他們就從線性回歸有關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 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Cellular Composition 在PRP的Cellular Composition很重要 主要你要知道 它裡面有Prospec 能不能塞到看 Plated 跟Nucoside 一個是增加Anabolic的Cylochime Nucoside是增加Anabolic的Cylochime Nucoside是增加Anabolic的Cylochime 所以我們在做打病人的PRP之前 也許我們會跟他做一個白細胞 白雪球的分析 從中國回來 白雪球的分析 看它的Nucoside 是不是比較多 Nuc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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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這大家都聽過 為什麼 因為Nucoside 會增加Anabolic的Cylochime 所以這個 Plated 跟Nucoside的數目 會影響PRP的Biologic影響 這個是我們大概在前幾年 有一些經驗 也是這樣子 另外 Activation很重要 今天剛來的時候 我就問我們後面負責的廠商 我說你們Activation用什麼東西 他跟我說 Swombe 我眼睛又瞪很大 他就說是Otologous Swombe 我說沒錯 Otologous 因為最早期我們是用牛的 Balvin Swombe 就是Activation 另外的話 有一些人做Solible Type 1 Colourment 現在比較流行的是 Helsine Glopone 跟Helsine Cloride 這個Activation很重要 重要的比例大概是1-10 另外 它是這個Andogenous Activation 這個Exogenous 外在Litivation Andogenous Activation 主要是它碰觸到Tologen的地方 它就會產生Plot Formation 然後 Degranulation Alpha-Granium 就會Release一些我們的 Growth Factor 這個會有一些Sustain Release 然後像是Nation Heating 不過各位要知道 我們的 Growth Factor大概也是打的 為什麼抽了以後就要打 我們這個 以前的老主任 周志偉主任 他打PRP就很忙 為什麼 抽出來馬上機新聞就要打 因為Activation完10分鐘之內 大概95%的Gross Factor就會Release出來 那在這裡給各位分享一下 剛剛這個Mectical Stretching 我們剛剛前面已經有講過了 在做完之後 Pandem的打Pandem 最重要是Stretching Exercise 因為它主要提供的Mechanical Stimline 那 Concentration 你看我們經過Activation之後 PTGF可以到186倍 PGFβ到82倍 PGF2可以到43Δ 所以這個就是 之前有人做過一些整理 就是早期的話 我們認為說 所謂的Cherapidin 有搖效的PRP 它的這個Black Concentration 大概是300到400 300倍到400倍 就是3到4倍 Greater than the whole blood 而且 比較低濃度的時候 可能對TGF也沒有幫忙 但是比較高的濃度 可能沒有benefit 所以這個大概 我們可以知道 它Sherapid range大概是3到4 然後這個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這個是 因為我是做運動醫學 所以IOC 對國際奧利匹科委會 他就把它這樣整個列出來 就告訴我們說 哪一些PRP 它有哪一些哪一些廠商 然後它的這個Platin number 這個跟Baseline比 所以經過這一賽以後 我們大概就知道 多少 大概哪一些會比較有效 大概心裡面就有那個 好 另外的話就是我們的 Gross Factor Receptor Gene 在Muscular Scalic Factor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在Muscle跟Tandem的expression是不一樣的 主要在Muscle裡面 它跟GH、IGF1、MGF這些東西 比較表現比較多 那Ligament跟Tandem的話 你看幾乎都有表現 幾乎都有表現 所以為什麼在同樣的治療肌肉跟韌帶肌腱的時候 效果會不一樣 我想可能跟這個也有關係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做這個 PRP跟Tandemoverse 我想前面一堂這個Line主論 已經跟各位想過我就多多想 這個Study這個地方 因為他想過我就跳過去 我直接跳到檢論 另外這個IOC 這個國際奧林匹克委員 可以在2001年 他有跟對這些東西去做分析 可是再等一下我會講 主要像Muscle Care的位 為什麼這個Muscle很不容易去診斷 因為第一個 Pear的地方也不容易去診斷出來 第二個是什麼 這個 黃教授不知道有沒有來 黃教授叫做Referral pain 因為這種Muscle Care之後 它Referral pain的位置不一樣 你看如果都是在這個Hemstring的Strain的時候 它可能痛在屁股下面 痛在膝蓋後面 那可能痛的位置 它Muscle疼痛的時候 它Referral pain不一樣 有得會到腳掌去 所以這個Muscle Strain and Care 治療的困難度在於說 你沒有正確的診斷 又對Referral pattern不知道的話 很容易會去診斷 所以怎麼樣 請大家參加這個 肌痛學會 Muscle pain的這個治療 關主任在這邊 我就自入心 請教一下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一個這個 Summary 這個2011年 這個國際奧林匹克委會 它大概對於Muscle Strain Tenal Injury IA Injection 它大概有講 Muscle Strain 在這個時候 大概是認為說 TRE的這個Support 是不夠的 另外 Optimal Timing Dose Volume Frequency 跟Content 這個都是我們大概前面 稍微有一些解釋過了 有些解釋過了 另外就是Tenal Injury Tenal Injury Tenal Injury的話 它是 Well Design Study還是不夠的 那PRP在關節內注射的時候 它目前 他們2011年的認為是什麼 Ten Reduction 還有Functional Improve 是有幫忙的 但是還是一樣 它質疑這個Methodology 還是有一些值得爭議的地方 所以目前為止做基礎科學研究 大家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那另外 要跟各位再講到 Perception跟Projection 這個角色很重要 Serotonin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體裡面 Serotonin Platelate裡面也有Serotonin 所以為什麼打完以後 它覺得很舒服會有效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些Serotonin 人體裡面 好 那 什麼東西 我們都叫病人不要喝酒 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酒精會影響Serotonin的代謝 多少 它的這個Serotonin的代謝時間 大概是5到6天 那 那 你只要體重0.8g per kg 喝這個Alcohol的話 它會減少Serotonin 25% 只要喝這麼少的量 就會減少我們體內的Serotonin的量 達到四分之一 我給各位換算一下 台灣啤酒 某種啤酒 337g 假設是4% 也就是說一瓶唐納酒精量是13.2g 13.2g 假設這個人體重是6公斤除以0.8g 所以這個 只要喝多少 喝3瓶 3.6瓶 喝不到4瓶的啤酒 往你體內腦部的這個Serotonin的level 然後就下放四分之一 所以 晚上如果大家要去喝酒了 稍微想一下這張紙外的 不要喝差不多 好 那再來就是Information Information 它的onset跟resolution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它主要會刺激我們這個Monocyte的migration 而且它都是Dose-dependent 那再來就是Monocyte differentiation跟Mucrophage bloodization 跟Information這個角色很有關係 那剛剛有講過Platel的activation之後 它會有一些Pro-inflammatory 是signal 會在Cloud formation的時候會形成 那這個就是我們就 可以看到 這個也是如果沒記錯應該是去年還是近年的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PRP的Anti-inflammatory effect 主要是什麼 HGF HGF 它去這個Modulate Hipatocyte Growth Factor 所以Bindle出來 跟大家剛剛在想的不一樣 PTGF TGF不是 它是HGF HGF 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到 那另外在HGF 在Hogla跟PRP的這個level 在兔子裡面 你可以看到 它是大概有4倍的這個高度 4倍的這個濃度 那這個東西它主要就是什麼 會 目前的基轉是認為說 它會upper regulation 我們COS1、COS2跟NPGS的這個expiration 那另外它會PG2的production 它會造成它的這個增加 所以N-inflammatory的這個magnet 那另外講到一個 這個是本土的 這個是我們去年12月 在Pros1發表的一篇 paper 這個東西是Falling Acid Deficiency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觀念 以前認為大概液酸 會影響神經細胞的這個 巴鈺跟生長 但是我們現在觀念認為 不是 液酸的缺乏會什麼 會造成NOS 就是Nitrosity 和Acidate Stress 會造成細胞的Aptosis 我們最早的話 在去年12月 我們已經找到 從這個Alicel裡面 我們已經有看到 就是液酸的缺乏會增加氧化能力 氧化的這個壓力 會促進細胞的凋亡 這個我們從胰島素的細胞上面去找到 那我們最近這半年 在軟骨細胞上面有同樣的解剖 不過還沒有publish 所以這個就看出之前的這個Paper 所以Polyne Acid大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子 那另外的話就是Angiogenesis Angiogenesis PRP裡面還是有一些角色 為什麼 因為PRP裡面還是有一些 Angiogenesis的Protein 包括像這個VGF啦 PDGF啦 MGF等 還有一些就是Angiogenesis的Inhibitor OK 那現在有看到ProAngiogenesis 還有Angiogenesis Inhibitor 這個東西是誰 還是一樣 我們在主論最擅長的PGF-Beta-1 它的一個Biphasic Cycling 它有兩面手段 就是說它可以促進Angiogenesis 還有抑制Angiogenesis 大概都跟PGF-Beta-1有關係 那它另外還有一些Adhesion-Propin Pythenesis這些東西 跟Angiogenesis大概有關係 跟血管的生成都有一些影響 那為什麼我們說這個東西有關係 其實如果我們的這一個骨頭 這個特別是關節 它在一個高代謝 或者是Angiogenesis environment的時候 它容易產生骨刺 所以這些Angiogenesis 像VGF啦 HGF啦 TGF-Beta這些東西 我們大概還是 未來還是需要關注 還是需要關注 那這個是 這個是 上上個月 上上個月 我們團隊 另外一篇 就是認為什麼東西有關 這就在軟骨上面的一個結果 就是 LPA Lipophosphatelic acid 它會增加 人類的軟骨細胞 Angiogenesis capacity 所以現在 大概 我們希望能夠從這個地方去解釋 為什麼 軟骨的生成 跟血管的生成 還是有一些關係 跟LPA 那 這本來要印這個原文給各位 不過只有 acceptance node 所以給各位看一下 那 這個東西 為什麼 這個LPA 這個東西我們會想到 因為LPA 剛好 也是一個 Platel activation factor 我們的這個 Lipophosphatelic acid 剛好也是 Platel activation 的一個 factor 所以 未來 我們在 Platel activation PRP的 activation 除了 這個 collagen 除了 這個 除了 Kelzin chloride 之外 也許 我們可以加進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東西 這我目前也在嘗試 好 那所以 我們現在大概可以 有一些結論 從國外還有我們自己 一些研究的結論 大概知道 PRP要有效 同樣就 我剛剛講 八十九歲的阿哥 他說要先生打的血 跟我們打的血 大概 我們還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讓他比較有效 第一個 Platel count Platel concentration 大概是很重要 濃度大概是要正常的 大概百分之三百倍到四百倍 也就是三到四倍的 concentration 它大概是一個比較有效的 range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要抓到 Catabolism 跟Anabolism 的這個 balance 剛剛講過 跟Placelet 還有跟Neutrophil 是有關係的 那另外 Activation method 它的 activation 我們也許 有一些新的東西 可以去嘗試 那另外 發炎的這個角色 很重要 很重要 怎麼重要 抽水 為什麼超音波導引很重要 因為超音波除了定位之外 還有一個動作 就是抽水 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會講 另外 夜算的補充很重要 夜算的補充很重要 另外 最近在研究 大概是不是Angeogenesis有關係 這個就是 Extracent matrix 為什麼抽水 就是在這裡 因為我們的Extracent matrix裡面 它主要 PRP裡面 它會 Fruit Composition 它另外 它會Modify Synodeal side Local synthesis 那這個東西 PRP它可以造成 Control Protection 跟Join multiplication 大家應該知道 它是一個Control Protective的Effect 但是在Synodeal Fluid Inflam 發炎的關節液裡面 它有很多的Protase 跟CTGF CTGF 所以這種東西 在積水裡面 我們看到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在做注射之前 如果有多餘的疾液 還是必須要把它收拾掉 我想主要就是這個原因 主要就是這個原因 好 那 OK 然後再來就是 PRP裡面的Lucoside 我們剛剛講過 它會有一些Anti-inflammatory element 它會造成Cathletic Degradation 為什麼? 因為它有VEGF的Center 所以這剛剛有講過 抽水很重要 在打之前抽水很重要 好 那這個是我想在座很多做運動醫學的夥伴 我想這個MPARE 就是能不能打在選手身上 這個其實這個已經有講過 2011年以後 IOC的Ponsensus paper 有講過這篇很重要 它是說PRP這個使用 是需要注意的 需要注意 然後再來就是 它有結論是這句 大家看就比較心安 Injection for therapeutic purpose only does not 打錯了 Does not violate the spirit of sport 就是不會自認維持你的計量 但是WADA 今天林宗醫師沒有來 台灣的WADA要檢官就是他 我可以問他 WADA的建議是什麼 2011年之後 intramuscular injection是解禁了 是可以做intramuscular injection而已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途徑的 其他途徑的注射 包括你看他有正向條約 關節內注射 肌腱內注射 肌腱外的 肌腱旁的注射 關節內注射 肌腱旁的注射 肌腱旁的注射 要什麼 是可以被允許 但是要什麼 Decoration of use 所以各位在打選手的時候 先拿一張給他簽 不是智慧同意書 還有什麼 Decoration of use 這個很重要 他如果去參加比賽 一到trouble的時候 大概就是要靠這一張 Decoration of use 但是現在還是認為是 prospector isolated 這個東西還是禁止的 像IGF1 BGF BDGF 這個目前還是禁止的 目前還是禁止的 好 這個 好 我們就總算造回來 所以我們剛剛看過那一結論之後 Maneticence有沒有 Doing good 不確定 Non-maneticence Do no harm 好像是沒有 是沒有的 Patient autonomy 在這個時候就會很重要 病人的自主決定權 所以病人如果在這種情形下面 他不打的時候 我們根據醫學的理的話 還是不能給他使用 不能給他使用 所以這個東西 你看 目前IOC的觀念也是認為 prp目前是 National healing method 是認為是一個 National healing method 然後 他的indication是 minimal magnificence 就是說 他Do no harm的這個地方 是很傻的 對一個人不確定 所以這個時候 病人的自主性 就很重要 如果說病人說不要 我們可能還是不要給他搭 在這 Medical ethics裡面 我們的分析是這樣子 好 這張最重要 這張pactophone message 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使用正確的strategy 哪一個A A是什麼? Aculation是很重要 目前呢 比較有效的大概就是 Kelstein blueprint LPA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會再去做研究 跟推報告 另外aspiration是很重要 在打之前 先看看有沒有水 把它收掉 另外cell counts 細胞 是很重要 什麼細胞? 紅細胞、白細胞 紅血球、白血球 RBC、WG 為什麼? 因為platelet 它會有anabolic signaling leutocyte 會有catabolic signaling RBC 我剛剛講過 它是一個什麼 vibroblast 一個很好的chemotactic factor RBC上去 vibroblast 會過去 還有 剛剛講過 stheropedic concentration CVB concentration 3到400 對 percentage 大概3到4倍 另外有講過 supplement 補充物是很重要 我們目前 有研究出來 我們的團隊研究 folio acid 是很重要 還有就是什麼 When you treat it Always remember lowest loss 剛剛講過 你治療有效 就繼續 治療無效 就停下來 If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Don't do anything Never make a treatment or withstand a disease 這個 要請大家記得 所以 你看 A碼 C碼 P碼 S碼 A C P S 始圖形狀 始圖形狀的全文 所以 我想 今天就 跟各位報告到這邊 謝謝 謝謝 謝謝